为什么不能信任他呢? 那管仲说了,说人世间最大的亲情莫过于爱子, 他对亲生骨肉尚且如此不珍惜, 怎么可能求他爱国君呢? 那七皇公又问了,那树雕呢? 割自己的皮肉,进宫,事后寡人, 证明他爱寡人超过爱自己,为啥不能信任呢? 那管仲又说了,说他呀, 对于受制于父母的皮肉不能爱惜, 怎么可能会爱国君呢? 那七皇公又问了,说卫国公子开芳, 放弃太子之尊,到我手下称臣, 他连父母死了都不回国奔丧去, 这表明他爱寡人超过父母了吧, 怎么能不信任呢? 管仲竟然说了,说最亲近的莫过于父母, 父母死了都不回奔丧去, 如此对待父母之人, 那怎么可能失望他对您忠诚呢? 就这番话,提完之后, 这七皇公虽然口头硬承, 但行为上却没有遵从, 继续让这三个小人在宫中继续主事, 直到公元前六四三年, 七皇公患重病,